哈喽我是Sheryl 周末好呀 最近跟小伙伴吃海底捞吃的有点上头 今天呢顶着这个烈日 我们就又去吃海底捞啦 哈喽 你好 你好 我四点半约了两位 是不是Sheryl 对对对 你好 OK 离开请 好 谢谢 那不是小朋友 嗯 对对对 我来加拿大之前 我就是看你的小朋友 真的假的 就是我是今年二月来的 哦 谢谢你 我来这边之前 我第一个收到的就是 哦 谢谢谢谢 我就想说 你上次来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认出来 那因为我现在 因为我视频跟那个 真的差太多 出来了有吗 所以没认出来这么长 因为我就过来看 你上次来的影片 然后这边里面 然后我就看到代位的那个眼神 我想说喜欢我 我没有认出来 没关系 一千层堵 我们上次去吃了 捞牌牛肉 对 捞牌牛肉 点一个吧 蛮好吃 诶 这个好像是不是也有香 但是它是那个堵盒 我想要就是光沙滑 哦 在这里 滑碗嘞 捞牌虾滑 虾滑 哦 对 还好啦 我也没有那么爱吃羊肉 想说上次吃了牛肉 哦 这个 嗯 就觉得蛮好玩的 今天有起 诶 有虾滑嘞 对对对 餐肉 非常安全 嗯 可惜它这里没有鸭血 有猪血要吗 嗯 你再想想 点个这个吧 我们上次点个 这个豆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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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 你看看其他筋骨 潦草的转场 带大家看看 加拿大的海底捞洗手间里有什么吧 我觉得有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但跟国内比肯定是比不上啦 国内好像什么东西都有 还有阿姨站在门口 小料台我们也来看一看 据小姐姐说呢 每一个月这个小料台上面的小菜都会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最爱的冰粉和那个萝卜每次都在 大家吃火锅喜欢有碟还是麻将呀 我是妥妥的有碟党 麻将我真的是吃不来 今天点的是番茄火锅 牢排滑牛肉 黄猴 鱿鱼卷 虾滑 芝士牛肉丸 牛百叶 半份糖生菜 金针菇 豆筋 金馒头 还有一瓶雪碧 这边呢跟国内很不一样 像国内所有东西都可以点半份 但在加拿大只有菜是可以点半份的 我们两个人最后全都干光光了 是不是很棒棒呢 最后餐后呢是送了雪糕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好好吃 强推 每次来海底捞都特别特别早 因为我知道它很快就要等位了 现在呢已经是坐满了哟 海底捞的生日歌呢 我这天已经听了三次 不过没有拍啦 走人好多人在外面等位呢 现在时间其实才六点多哟 就已经坐的满满啦 我们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子 想知道更多真实的加拿大 记得点赞关注下期见 拜拜